2016年1月29日,19点03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某人 今天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消失的面馆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从一位姓王的老司机那里听来的 他跑了二十多年的车,路上经历了过不少的离奇事情 听老王讲,那是两千年的事 有一次老王拉了一车服装,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 由于老板催着要货,老王不得不连夜赶落 但是天又不得风云 半路上的时候,老王的卡车出了故障 等老王洗完车,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他没有吃晚饭,肚子非常的饿 于是他想赶到心圆 就是阿克苏的下一个线,去吃点东西 老王开了半个多小时 他突然看见路边上好像有一些微微的亮光 老王心里嘀咕 这一带基本上都是戈壁滩 应该没有人住啊 等他走进一瞧 那微弱的灯光下 回民淡面王几个字 还是可以看得见的 他心想 原来这是个饭馆啊 这么晚了怎么还营业呢 刚瞧老王正饿得难受 于是他也没有多想 就在路边停了下来 多少吃一口 老王下了车 他看见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 孤单单的处理在路边 后面就是戈壁滩 远处是连绵的群山 在这种地方开面馆 真是奇怪 老王想着 那门是虚远的 在晚风的吹动下 各自作弦 老王听了不知 为什么有种不好的感觉 可是饥饿 促使他走了进去 店里边很暗 只有一盏 辉煌的灯泡两盏 而且一个顾客也没有 他走进去之后 一个五十多岁的回祖老汉 迎了上来 微笑着说 要吃点什么东西 老王看的老头倒也和蔼 行安了不少 他要了一盘 过油肉拌面 坐在了位置上 老王环顾四周 这家店的摆设非常简单 墙上挂着 伊斯兰风格的壁画 周围也就四五张桌子 看起来很旧 老王的这张 还是隔之作响 靠近老王的墙上 挂着一个破旧的日历 上面的年份却是 1985年 老王心想 这十五年前的老黄历 怎么还挂着呢 等了大概两分钟 面就上来 极饿的老王埋头吃起来 那老汉就坐在旁边 微笑着看着他 一边吃着老王就问那老汉 怎么在这荒山野岭上开店 那老汉很不自然地笑了笑 短短地说了句 开了很久 习惯了 老王又问他 怎么这么晚了 还开着店 那老汉又干笑了一下 说一直是一样的 老王见老汉也不怎么说话 其余的也就没有多问 吃完了之后 老汉问多少钱 老汉说五块钱 倒也不贵 老王掏出了一张五块钱 给了老汉 可那老汉看了前半天 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钱 老王告诉他说 这是新版的 这样老汉再收下了钱 老汉上车之后 见了老汉在对自己招手 老王也挥挥手 发动了汽车 离开了那家面馆 可大概开出了一百米之后 老王瞄了一件护视镜 看见那老汉还是在对自己招的手 那动作好像跟之前一样 根本就没有变化 老王也没有在意 他在车上的时候 就想着这家面馆备的不错 而且价钱也非常便宜 以后要经常过来 可是从前怎么就没有发现这家面馆呢 车在路上行驶 方馆幽暗的灯光 缓缓地没入了夜色之中 一周之后 老王有一批货要送到乌鲁木齐 临近中午 又走到了这顿路上 老王想着午饭 还不如去那家吃吧 于是他就寻味着那家饭馆 把车开了过去 可是车开到了饭馆附近的路线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家店了 而且连屋子都看不见 他心想明明就在这附近了 这个时候老王疑惑了 刚吃过的店 怎么就这样凭空地消失了呢 老王想着心里有点凉意 不行 再回去找找 老王掉了个头 他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 大有找不到不罢休的架势 依然没有 老王这一下头皮发麻了 肯定就在这附近 那一间屋子 怎么能够凭空消失呢 走着走着 他就发现前边的路边 有一段断墙 老王心中意解 这断墙好熟悉啊 对了 这不是一周之前吃饭的 人家拉面馆吗 怎么被拆掉了呢 老王特意下了车 来到那废墟之前 这墙早已经疯化了 应该说都已经变成石头了 与戈壁滩 联在一起 没有十年以上 是不会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这屋子已经拆了很久很久 老王脑子一片空白 发疯似的跑到了车里 离开了那段遗迹 许多年过去之后 老王对那晚发生的事情 还意义由心 但是从那以后 老王就再也没有 在路边的拉面馆 吃过拉面 他说 看到拉面 就感觉到恶心和恐怖